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 旧约以赛亚书43章1至7节 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 召你 你是俗活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 必水 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着 火焰也不着你 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 是以色列的圣者 是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 暑假 使古时和巴西 代替你 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班人代替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为与你同在 我必拧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从西方造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 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 从极地拧回 就是凡称为 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 所造作的 本周箴言 本周箴言 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 连续读两遍 彼得 第章六至七节 如今 你们在百般识念中 犯神忧劳 在我们的身上 即便事件 就比他十年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本神书将一整 如今 在百般识念中 感觉是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即被试验 救比那 对火轩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顶姐妹们平安 顶姐妹平安 在过去的两周 新冠的疫情 是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早两个礼拜 新冠疫情 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都留意到了 从每天感染的人数 到冲破两千 我们就很紧张 后来就三千 最近一段时间 连续好几天 都是四千 我们每天感染的人数 突破两千 就很紧张 后来变成三千 甚至有时候 几天连续 都是四千多 搞得大家 心里面 是人心黄黄的 搞得 大家都 人心黄黄 特别是我们身边 就很近的 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都认识的 她没有人被确诊 甚至我们身边的 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 她都被确诊为阳性 很多人在面对 这防不顺防的病毒的时候 心里面 难免会很害怕 很多我们在面临 这种防不正防的 病毒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都难免会有害怕 特别是有的人家里面 是有老人的 有小孩的 特别是我们有些人 家里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 或者自己身体 可能不太好 甚至以前 还有各种基础病的 或者我们本身身体 不太好 有基础病的 那有人在知道 自己确诊以后 再去做核酸检查的路上 就下得不行了 有些人知道 自己同样性病人 接触之后 去检测脑上 都已经吓得不得了 甚至自己本来 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在排队 等待检查的过程中 也很担心 怕排队的时候被感染 有些人可能自己 没有症状 但是在排队 去等待检测的时候 都很害怕 因为这样得到感染 顶姐妹们 顶姐妹 惧怕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平常的生命中 是自然又 常常会有的一个反应 惧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是很自然会有的反应 除了新冠病毒 其实我们一生当中 也还会经历很多 让我们担惊受怕的事情 除了新冠病毒 我们人生当中 有很多都会 会令我们害怕的事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在困难重重的人生的路上 能够坦然无惧的 勇往直前呢 我们怎样在困难重重的人生路上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勇往直前呢 那在以赛亚书43章 1到7节的经文当中 在以赛亚书43章 1到7节的经文当中 就是刚才树龙弟兄 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那上帝两次告诉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那当时的以色列人 为什么害怕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 为什么会害怕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几节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前面几节经文 是他的一个背景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是他的背景 我们一起来读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略物 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吗 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 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 也不听从他的训诡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 和征战的勇力 请到在以色列的身上 在他思维如何早起 他还不知道 稍找他 他也不介意 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一段非常黑暗 非常惨痛的 这个国破家亡的历史 这个是以色列民族 一段很黑暗 非常之惨痛 国破家亡的历史 他们因为不听上帝 一次一次的警告 因为他们不听上帝 一次又一次的劝告 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 离弃上帝敬拜偶像 大大得罪了上帝 大大得罪了上帝 以至于上帝为了他们能够悔改 以至上帝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 借着强敬的手来惩罚他们 他们作了俘虏 被迫背井离乡 被迫离乡别井 这些以色列人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 这些以色列人活在上帝的怒气当中 可以说很多人都过着寄人篱下 担惊受怕的生活 那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上帝在今天的我们的讲道经文当中 两次安慰以色列说 上帝在我们今天讲到经文当中 两次安慰以色列人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跟着我们来看一看 上帝讲的这些话 怎样可以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 上帝所讲的说话 是怎样可以安慰以色列人呢 你看看上帝的这样的话 怎么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人 带来安慰和勇气 你都看一下上帝的说话 是怎样为我们今天 带来安慰和勇气 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中间的部分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招你 你是属我的 我们常说 爱莫大于心死 我们经常会说 爱莫大于心死 人在困难当中 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 人在困难当中 最怕的就是没有盼望 盼望给人带来勇气 盼望为人带来勇气 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这句话就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带来盼望 这句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带来了盼望 得到上帝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 得到上帝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 那用我们今天更常用的说法 用我们今天更常用的说法 可以说就是我信主得救了 可以说是我信主得救 我得到永生了 我得到了永生 那不管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 不管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 都是非常短暂的 都是十分短暂 我们将来是要回到天家的 我们将来是要回到天家 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 一个好得无比的地方 一个没有担忧 没有害怕 没有痛苦的地方 一个没有担忧 没有害怕 没有痛苦的地方 一个没有眼泪 没有瘟疫 没有癌症 没有死亡的地方 一个没有眼泪 没有瘟疫 没有癌症 没有死亡的地方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病痛的地方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病痛的地方 那是我们与上帝 与主耶稣 还有跟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家人们 一起同住的更美的永远的家乡 那个是我们与上帝 与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 亲友永远同住的更美的永远的家乡 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前 那我们教会呢 一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我们教会一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我们的男精弟兄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男精弟兄就是其中之一位 男精弟兄因为以前得过肺炎 还有胸膜炎 男精弟兄因为以前得过肺炎 胸膜炎 还有胸膜炎 有基础病 有基础病 所以他的症状呢 要比其他人要重一些 所以他的症状呢 会比一般人更加重一些 那面对的可能的危险呢 也要比一般人要大一些 他所面临的危险都比一般人大 但是他在病痛当中 在我们团企的微信群 他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这样说 他在病痛当中 在微信群里面 他说他太太朱鸣给我服了药 今天稍退了 他说太太朱鸣给了药 我吃 今天退了宵 但是呢 嗓子痛 有痰 但仍然喉咙痛 有痰 但还没有到要去急诊的状况 但还没有去到要需要去急诊的情况 感谢主的恩典 十多天前岳父为大出血 感谢主的恩典 十几日之前我的外父为大出血 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基本恢复了 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基本恢复了 若是现在大出血 我们就难以招架 如果是现在大出血 我们真的难以应付 那家里包括四位老人和妹妹一家都没有症状 我家里面四位的老人家和我妹妹一家都没有症状 因为南正的父母刚好从东岸来看他们 因为南正的父母由东岸过来探他们 南正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 南正他说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 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他分享的一部分 这是他所分享的其中一部分 那保罗这句话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保罗的这句话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他活着就是为了耶稣而活 保罗的意思是说 他活着就是为耶稣而活 他死了就是与主在一起 好得无比 那这是南正弟兄 我们当中一个有基础病的弟兄 在面对新冠感染表现出来的平静安稳 这个就是南正弟兄 我们当中一位有基础病的弟兄 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安稳 那一开始被确诊的时候 一开始他被确诊的时候 我相信南正弟兄多少还是会担心的 我相信南正弟兄多多少少都会担心 可能他会有点害怕的 会有害怕 因为毕竟他不单是自己有基础病 因为毕竟不单是他自己有基础病 而且家里面还有四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而且家里面还有四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他因为有得救的确据 因为他有得救的确据 有永恒天家的盼望 南正弟兄和他的家人们就可以战胜恐惧 不再害怕 那因着上帝的救赎 因着上帝的救赎 当年的以色列人 包括今天的我们 当年的以色列人 包括今天的我们 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也就是上帝在我们经文这里说的 我曾提你的名叫你 你是属我的 你是属我的 简单地说就是你是我的 你是属我的 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我的 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 are mine 这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几周前在圣诞节前的那个礼拜天 几个星期前就是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日 大家都可能还记得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 跪在这个台前领受了洗礼 大家都记得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 跪在台前接受洗礼 接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就好像听到上帝在对他们说 藉着今天的经文 某某某我曾提你的名叫你 你是我的 某某某我曾提你的名叫你 你是我的 就好像树龙弟兄 今天刚刚为我们读经的弟兄 他也是上次受洗的其中之一 就正如李树龙弟兄 就是当时洗礼的其中一位弟兄 好像上帝就在对你说 李树龙我曾提你的名叫你 你是我的 就好像上帝跟他说 你树龙我曾提你的名叫你 你是属我的 上帝知道你的名字 上帝知道你的名字 他也知道我的名字 你都知道我的名字 在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 在他为我们所定的日子 他把我们一个一个从万人当中造出来 他将我们一个一个地 由外人当中造出来 来做他的儿女 来做他的儿女 上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说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暑假 使古时和西巴代替你 上帝 应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应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替坏你的生命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蒙昭属他的人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宝贝的儿女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宝贝的儿女 以至于他让他原本无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做了我们罪的属家 作了我们罪的属家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不单是上帝的儿女 忘记去依靠这位全能的天父上帝 忘记去依靠这位全能的天父上帝 我们也因此常常觉得孤单 觉得害怕 我们也因此常常感觉到孤单 害怕 我们活得像一个个的孤儿 我们活得好像一个个孤儿一样 本来有父亲的 本来 但却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 本来我们有天父 但是我们活得好像孤儿一样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说到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说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你们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上帝用他儿子的血赎灰的 我们上帝用他儿子的血赎回来 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 在难处当中 在惧怕当中 在难处当中 惧怕当中 不要忘记呼求我们的天父阿爸 不要忘记呼求我们的天父阿爸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说的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爸爸 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公园玩 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爸爸 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 在公园里面玩 小孩子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边缘走 就是那个curb在上面走 这个小朋友沿着草地旁边的水泥边缘走 但他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把握 他自己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他很自然地望着爸爸 所以他很自然地望着他爸爸 并且伸出一只小手 并且伸出他的小手 这位爸爸马上就伸出一根指头 让他牵着 这位爸爸马上就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指 给他拉住 握着爸爸的手指之后呢 他握住爸爸的手指之后 小孩就很利索地站在了水泥的边缘 这个curb上面 这个小孩就很轻松地站在草坪边的水泥里面 毕竟一点都不怕 很开心地沿着这个水泥的边缘走 他一点都不害怕 他就很开心地沿着这个水泥地走 我想这是一幅大家都非常熟悉 非常温馨的画面 我想这一幅都是大家十分熟悉 很温馨的画面 孩子和父亲之间就是这样 孩子和父亲之间就是这样 孩子会在面临困难的第一时间 寻求父亲的帮助 孩子会在面临困难的第一时间 去寻求父亲的帮助 他不需要苦苦地哀求父亲 他不需要苦苦哀求 父亲看见孩子的需要 父亲看见孩子的需要 也一定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 他一定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 那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 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天上的天父上帝呢 何况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呢 他对我们的爱更是完全 他对我们的爱更加是完全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在困境当中就可以全然地依靠他 我们在困境当中就可以全然依靠他 可以勇往直前 在今天经文的第二第五节 在今天经文的第二第五节 上帝两次向以色列人宣告 你不要害怕 上帝两次向以色列人宣告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们现在来看他第一次的宣告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 水必不慢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 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 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听到上帝这样的宣告的时候 当听到上帝这样的宣告的时候 我想问问大家 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 我想问大家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我们会想到当年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过红海的场景 可能我们会想到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过红海时候的场景 当法老的军队 气势汹汹地追上来的时候 当法老的军队 气势汹汹地追上来的时候 上帝与他上百万的 以色列的百姓同在 上帝与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同在 他吩咐摩西向海伸出手中的杖 他吩咐摩西向海伸出手中的杖 海水就分开 海水就分开 在他们的左右像墙一样地立起来 在他们的左右好像墙一样立起 让以色列人走在海底的干地上 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在海底的干地上 几百万人可以安然地从海中走过 几百万人可以安然从海中经过 那我们也可能想到之后 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美地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想到之后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 他们的领袖约苏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场景 他们的领袖约苏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场景 当时的约旦河正是在涨水的时候 当时的约旦河正是水涨的时候 河水是漫过了河岸 河水都漫过了河岸 那当抬着约旦的祭司 他们的脚一踏进河水的时候 当抬着约旦的祭司他们的双脚踏入河水的时候 圣经说约旦河的河水就在极远之处停住 立起沉泪 圣经说约旦河的河水就在极远之处停住 立起成旅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在涨水的季节 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在水涨的季节 安然走过约旦河 安然走过约旦河 而他们一过河这个河水就又流回到原处 又漫过河岸 以他们一过河河水又流回到原处 照样漫过河岸 我们还会可能想到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我们还可能会想到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因为刚才经文提到被火烧 在经文里面提到他们被火烧 我们知道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上帝 我们知道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因为敬畏天父上帝 他们拒绝向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莎所造的金像下拜 他们拒绝向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莎所造的金像下拜 他们因此就被捆起来丢到火炉里面 你因此被绑起来丢到火炉里面 江河水必不慢过你 你躺过江河水必不慢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这是上帝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给当年以色列人的应许 这应许也是给每一个属上帝的 信靠上帝的 跟随上帝的人的 这个应许也是给每一个属上帝 信靠上帝 跟随上帝的人 上帝应许我们 在难处当中 在困境当中 在难处当中 在困境当中 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不管 他一定会陪伴带领我们 他们一定会陪伴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但是我们为什么得了上帝的应许 但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应许 甚至自己都经历了很多上帝同在的帮助 甚至自己都经历了很多上帝的同在 和帮助 我们还是常常忧虑 会担心 甚至会害怕 我们还是会常常忧虑 会担心 甚至害怕 我曾经也是这样的 我曾经也都会这样 以前刚刚到离开夏威 去加州工作的时候 以前刚刚是离开 巧不如去加州工作的时候 因为工作签证的事情 因为可能出现了各种生活的动荡的问题 因为工作签证的事 因为很多可能会出现生活各种生活动荡的事 那我是非常担心的 我十分之担心 白天 我是担心到一个地步 就是常常失眠 我担心到一个地步 就算一年好几个晚上 只睡三四个小时 就算是连续几晚 只睡三四个小时 白天还是睡不着觉 我日头都是睡不着 精神还不错的 精神还不错的 这不是我身体好 不是我身体好 而是心情太压抑 太紧张的结果 而是我心情太压抑 太紧张的结果 是身体异常的反应 是一种身体好异常的反应 感谢上帝在那个时候 他让我读到一本书 那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 我读到一本书 这个是戴尔卡奈基写的一本书 叫做《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 这个是戴尔卡奈基一本书 叫做《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 那在书里面强调呢 我们很多生活中的焦虑 其实都是自己假想出来的 书里面强调呢 我们生活当中的忧虑 其实很多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就像两周前 赫华弟兄在他讲道当中 所提到的一个情况 就好像两个星期之前 赫华弟兄在他讲道当中 所提到的情况 他自己也常常遇到这些事情 就不单是想 他常常遇到这些事情 不单只会去想 而且是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也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往最糟糕的结果去想 往最坏的结果去想 最后就越想越觉得害怕 然后越想就越害怕 自己都把自己给吓死了 自己吓死自己 那我当年就是这样 我当年就是这样 我想得到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我想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面没有底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面没有底 越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面对 越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去面对 弟兄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感谢上帝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 我们今天要一起感谢上帝 感谢他给我们手上这本圣经 感谢他给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 而且通过先知以赛亚 给我们今天的这几句的应许 而且他通过先知以赛亚 给我们的这几句应许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躺过江河 水必不慢过你 你躺过江河 水必不慢过你 你从河中行过 必不被烧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弟兄姐妹们 大家注意到 在这几句的经文当中 弟兄姐妹们 大家注意到 在这几句经文当中 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 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 信了主就不会遇到麻烦 信了主就不会遇到麻烦 就不会遇到难处 就不会有难处 就不会遇到水火 就不会遇到水火 上帝允许我们的是 在困境当中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我们在困境当中 在我们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在我们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他不会让水慢过我们 他不会让水慢过我们 我们在从火中经过的时候 我们从火中经过的时候 他不会让火烧着我们 他不会让火烧到我们 就像摩西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就好像摩西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情况当中 举起手杖 举起手杖 红海就在他们面前分开 红海就在他面前分开 就像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 就好像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 河水就停止流动 什么意思呢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他必与我们同在 他必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 为将来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所以今天很多我们为将来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都只是一些假想假设 都只是一些假想假设 特别如果是非常负面的 都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都是负面 而且是没有必要 除了自己杀自己 除了自己吓自己 搞得自己心神不灵 搞到自己心神不灵 没有什么益处 之外没有什么益处 就好像如果摩西在离开埃及以前 就好像摩西在离开埃及之前 他可能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如果他靠自己聪明智慧 搞一张地图来分析一下 他们离开埃及的路线 拿着地图分析一下 他们离开埃及的路线 他可能每天都会焦虑 可能每天都会焦虑 想着怎么样过这个红海 想着怎么样过红海 有多少人会死掉 有多少人会死 他甚至可能失去勇气 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甚至会失去勇气 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最后几百万的以色列人 只能在埃及做奴隶 最后几百万的以色列人 继续在埃及做奴隶 主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主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主耶稣又说 虽然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 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会有各样的麻烦的事情 有各样麻烦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放心 但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应许我们 上帝应许我们 苦难当中 祂必与我们同在 苦难当中 祂必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帮助不会找到 也不会迟到 上帝的帮助一定是及时的 时间到了 祂必定伸手相助 让我们经历祂的同在和祂的大能 有这样的相信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多很多的平静安稳 有这样的相信 我们的心里面就自然会有平静安稳 前一年的十二月 前年的十二月 我原本应该是收到 我新的工作的签证 我原本应该要收到 我新的工作签证 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严重影响了移民局的工作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影响了移民局的正常工作 导致数以万计的签证 积压在那个地方 导致数以万计的签证迹压 不能够及时的处理 不可以及时处理 那我办理了延期的申请 我就办理了延期申请 可以保证在半年内 可以继续正常的工作 可以保证半年之内可以正常工作 但没有想到半年很快就过去了 但没有想到半年很快过去 这个延期的期限都快到了 但签证还没有批下来 延期的期限都快到 但签证仍然没有批出来 那我打电话问移民局 我就打电话去问移民局 移民局的官员很无奈地告诉我 移民局的官员很无奈地跟我说 那么说因为疫情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及时处理你的签证 他说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可以及时处理签证 那如果你最后的签证 还是没有及时的批下来的话 如果最后签证 还是没有及时可以批下来的话 根据我们的规则 你是需要先停止工作的 根据我们的规定 你必须要先停止工作 那么教会总会的律师就建议呢 教会总会的律师就建议我 只有通过法院起诉移民局 才能够加快这个进度 只有通过法院起诉移民局 才可以加法签证 我知道这个方法听上去 可能有些让人难以自信 我们听到这个方法之后 可能会觉得难以自信 但其实是唯一可能的办法 但是这个是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 虽然也没有保证 当然都没有保证 那当时和唐议会的指使们 开了紧急会议 当时唐议会就执事开了紧急会议 大家都为我担心 大家都为我担心 认为我可能压力很大 为总 因为认为我压力很大 因为当时距离最后的这个限期 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了 因为当时距离最后的期限 剩下一两个星期 就算去告了移民局 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及时地解决 就算你去告移民局 这件事情都不可以及时得到解决 但特别感谢主的事 但是很感谢主的是 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地平安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十分之平安 跟以前在加州很不一样了 和以前在加州不一样 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一点也不担心 继续地预备讲稿 继续预备讲稿 或者准备团契的一些分享一些茶经的事情 准备团契的和茶经的分享事 因为我知道是上帝召我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上帝做我 他召我出来服侍他 他做我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而且就算没有拿到 按时拿到这个签证 就算是没有及时拿到签证 就算按照这个很无奈的情况 我不得不停工 就算是无奈的时候 我不得不停工 我相信上帝也会通过其他的办法 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难题 我相信上帝都会通过其他的方法 去解决我的难题 长话短说 签证在申请的延期 而最后的期限之前 顺利地批下来了 签证在我申请延期最后到期之前 批了下来了 上帝的帮助是及时的 上帝的帮助是及时的 他是信实的上帝 他是信实的上帝 我们因此不必太多的忧虑 我们因此不需要太多的忧虑 不必为将来有太多的恐惧 不必为将来有太多的恐惧 可以多一些平安 可以多一些平安 我可以选择在那几个星期每天焦虑 我可以选择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每天睡不到觉 每天睡不到觉 我也可以选择我相信 在时候到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 也都可以选择相信 在时候到的时候 上帝必定会帮助我 而且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签证我都可以平安 而且不管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签证我都可以有平安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他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他亦都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不管明天有各样的 是什么样的挑战 还是苦难 还是麻烦 不管明天有各样的挑战 苦难或者麻烦 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 我们也都可以勇往直前 那上帝第二次向以色列宣告是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上帝第二次向以色列宣告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是在第五节的经文 是在第五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几节经文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种女从地级领回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 时间到了 他就会让以色列人 从东南西北重返家园 时间到 他就会让以色列人 从东南西北重返家园 在旧约圣经当中 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三次重返家园 重建家园的历史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三次重返家园 重建家园的历史 不单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1948年 1948年 在以色列国失去独立 百姓分散在世界各地 2000年之后 在以色列国室去独立 百姓散居在世界各地 2000年之后 以色列居然复国了 以色列居然复国 这明显是神迹 一个明显是一个神迹 不是人手可以做成的 并不是人手可以作成 读到这段经文 读到这段经文 我联系到以前看过的一些 黑帮题材的电影 如果我联系以前看到一些 黑社会题材的电影 电影当中常常会有一个场景 电影当中经常会有一个场景 我想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是大家很熟悉的 帮派之间有矛盾的时候 帮派之间有矛盾的时候 有一个帮派的代表 就去跟另外一个帮派的代表讲 这个帮派的代表就跟另一位帮派的人讲 他可能会说 这个人是某某帮的 这个人是什么帮派的 你识起的话就不要动他 你知情适趣的就不要动他 那马上放了他 你要释放了他 类似这种 类似这些的话 而可能说 他可是我们老大照着的 他说 这个是我们大佬看着的 那一般这种江湖上都知道那个老大是谁 一般在江湖上都会知道他大佬是谁 那记得前年呢 疫情在夏威夷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记得前年疫情刚在夏威夷蔓延的时候 大家心里面都很恐慌 他们大家心里面都很恐慌 口罩马上成为稀缺货 口罩成为稀缺的物品 大家都在抢 大家都在讨论要戴什么样的口罩 口罩是最好的时候 大家都在讨论戴什么口罩最好的时候 我听洪川说有一位姐妹这样讲 有位姐妹这样讲 他说什么口罩都没有上帝 罩在我们脸上保险 他说什么口罩都避不上上帝 罩着我们这么保险 什么口罩都没有上帝罩着我们保险 什么口罩都不及上帝保护我们 我有上帝罩着我就不怕 我有上帝保护着我不怕 感谢主我们的这位姐妹 有这样的信心 感谢主我们这位姐妹 有这样的信心 她也因此敢于面对 这个可怕的病毒 她也因此勇敢面对这个病毒 每天都可以过得平静安稳 每天都可以过得平静安稳 因为她相信上帝照着她 因为她知道她有上帝看着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我们虽然非常渺小 我们虽然很渺小 却被称为是她名下的人 她被称为是她名下的人 上帝在她所定的时间 上帝在她所定的时间 就会把我们从困境当中 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就会把我们在 苦难当中 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就像她解救她的 以色列名一样 就好像她解救她的 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 已经两年时间了 现在变种病毒又层出不穷 现在变种的病毒层出不穷 传染力有增无减 传染力有增无减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可能才可以再去这个口罩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脱下口罩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面对面的聚会 一起来聚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再次面对面的聚会 和聚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几百位聚餐的你们 可以同时在这个教堂里面 一起来敬拜赞美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可以回来一起敬拜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知道我们是她名下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她名下的人 我们有她照着 我们有她看着 她必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她必然会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我们也因此可以坦然 度过疫情试业的每一天 我们因此也都可以坦然地去面对疫情 试约的每一天 今天除了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和恐惧以外 今天的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和恐惧 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还有各式各样的动荡 意外挑战苦难 我们可能会在这些处境当中常常担心忧虑 我们可能会在这些处境当中经常担心忧虑 可能是家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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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主使用今天的这段经文 托主使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安慰和鼓励 成为弟兄姊妹的安慰和鼓励 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永恒天家盼望的人 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永恒天家盼望的人 我们还是蒙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女 而且我们的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帮助 总是最及时的帮助 而且我们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帮助 永远都是最及时的帮助 祂会救我们脱离凶恶 祂会救我们脱离凶恶 而且我们有天地万物的主照着我们 因为我们有天地万物的主看着我们 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给我们最周全的保护 我们就可以不再害怕 我们就可以不再害怕 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明天 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明天 勇往直前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 祢的拣选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并拣选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感谢祢天天与我们同行 保守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主祢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主祢应许 我们可以常常有平安 我们可以常常有平安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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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